日本沖繩那巴机场周四上午重新开放 旅客在大厅大排长龙号码牌排到800多号 上午只叫号叫了一半 大家都想赶快飞离沖繩 就怕再晚走不了影响到工作 不过今天冲绳人取消超过四百个航班 滞留旅客恐怕得继续吃泡面 而那巴市区白天风雨间歇 巴士单轨电车恢复营运 但是路况不佳打乱了班次 路边到处可见东岛西外的路数 连招牌都被强风吹到整个歪腰 还有约十五万户停电 虽然那巴现在暂时脱离暴风圈 但卡努接下来可能会来个回马枪 CN就预估雨量可能超过500毫米 虽然大多数雨是下在海上 但台湾西部地区迎风面 可能会遭到台风雨淡甩尾 要特别当心强降雨 几百公里之外的东京 因为高压笼罩高温35度 水雾加电扇狂吹 游客还是冻没聊 我们知道它会很热 在日本 但其实它很难 不过接下来受到台风外围 环流影响 东京渴望夏点雨降降温 请订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订阅报道